经济问题似乎正在困扰着全球大部分人 8月6号 大约25万以色列人在特拉维夫游行 要求政府降低人民的生活成本 周六的游行是以色列人持续一个月小规模抗议后的升级 当天大约有25万人聚集在特拉维夫 呼吁降低生活成本 缩减国家的贫富差距 学生们则要求政府提供更多的免费教育 对于只有770万人口的以色列来说 这次游行的规模是空前的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 在周日8月7号组建一个内阁级的专案小组 以回应示威者的要求 相对西方国家经济的停滞不前 以色列今年的经济增长为4.8% 失业率也相对较低为5.7% 先前 以色列政府已经承诺将挪出更多土地 用于发展建设廉价租屋 改善公共交通 同时增加进口以降低生活费用 和提高医护人员的数量 新唐人亚太电视人号编译 也是线机 guru Elektrobud